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呢 遇到过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高中老师 一个人呢 教政治 一个人教语文 我记得两个老师关系特别好 而且都是年轻人 有一天 贾问乙 说你活着是为什么 乙就说我活着是为了吃饭 乙呢 反问贾 说你活着是为什么 贾说等待死亡 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呢 说咱俩合一块就是混吃等死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 非常的诙谐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对话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问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然这也是高校的保安经常会问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会说 我又去上班了 我得写paper了 我要去上课了 我要去考试了 活着真没劲 各行各业都会有这样的焦虑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我们挣了好多好多钱 回家躺在床上 外卖自由 刷具自由 买买买自由 时间自由 这种状态如果时间特别长 我们依然会问自己 诶 我为啥活着 开头讲呢 我的高中老师非常调侃式的回答 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他描摹了现代人最基本的生活状态 当我们去问生活的意义在哪 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前置性的问题 是生活应该有意义吗 坦率地说我不觉得这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有人对这些问题天生不感兴趣 这些问题都是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但有些人会被问这个问题困扰 特别是当一个人卷得很久了的时候 或者躺得特别平的时候 都会出现这个困扰 而且这种困扰会具有普遍性 那么要掰持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先要了解 在所谓的现代社会来临之前 人的意义究竟安放在哪呢 在传统社会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文明 其实都有各自明确的生活意义的安放场所 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 这个东西叫做人类的价值欲 它不是马斯洛所讲的人类的需求层次理论 不是那个东西 它是人类的价值欲 比方说在宗教非常发达的社会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个体的生活意义就安放在宗教上面 它是被神议论所规定和安放的 对于这样状态的人 彼岸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彼岸的世界 看不见的世界就是你死后的那个世界 非此生 比方说 它不只是所谓慈善事业本身 它是也不只是一个社会财富的均衡机制 它背后有非常强的宗教神议论的色彩 马克斯韦伯有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儒教与道教》 它把中国人的我们经常说的儒家学说 也理解为一种宗教形态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儒家作为一种宗教系统 它会非常的独特 独特在哪里呢 它不是单纯靠规定和描画彼岸世界 就是死后的世界来确定此生的 孔子讲 子不与怪力乱神 儒家更强调的是现实的秩序 现实的秩序就是天理 某种意义上 君臣夫妻父子兄弟朋友 人此生的意义 对于一个儒家来说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被这五轮的关系所界定和安放 我们不单纯依靠死后的世界来进行想象 当然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变 比方说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 会跟儒家和道教有各种各样的结合 会把因果放进来 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 这里面结合之后 儒家的本色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说 为什么中国人祠堂会很发达 宗族的祠堂 那是因为祖先的因壁 我这辈子要好好的活着行善事 为什么 为了后代积德 一个人光耀门没了 他会说什么 我会说祖上庇佑祖上积德 这是一种最通俗的表达 用更简白的话就是祖坟冒清烟了 这句话 其实体现了一种祖先崇拜 这种祖先崇拜 跟想象一个完全超艳的神是不一样的 因为祖先是现实中你知道的 你找家谱 你能找到画像的 你即便我们去想象一个祖先的魂魄 我们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所以清烟你不见得看得见 但祖坟你有时候能找得到 当然任何文明都不只有宗教这一个安放生活意义的方式 还有什么 比如说君主 这是一个政治系统 在传统的西方的城邦社会里面 有句话叫人是城邦的动物 人是政治动物 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背后是说我要做英雄 就是在古典的城邦政治里面 固的好和善这个词是最重要的概念 它意味着勇敢和善良 古典政治 古典西方政治的核心是要培养具备勇敢和善良品性和德性的公民 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勇敢和善良的品性呢 就是勇于为城邦和君主牺牲 我活着是为了做一个勇敢和愿意为城邦所牺牲的人和英雄 这也是一种安放意义的方式 包括中国古人讲为国捐躯 或者说为君王尽忠是为知己者死 我们看一下 为君王尽忠讲的是君臣之道 五轮中的君臣 是为知己者死讲的是朋友之道 光耀门媒光宗耀祖为了宗族而牺牲 讲的是血缘的伦理 这些本质上都是一些非宗教的安放意义的方式 中国人的儒家系统 为什么我会说更为现实的 或者是更为现实的 因为你达就奸济天下了 你穷你就独善其身 你穷的话你想办法把自己过好 为子孙后代祭奠因德 你的意义就在这儿 包括中国人对生育这个事这么在意 尤其在传统社会里所谓的 我们最民间理解的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就是在说 我们要靠这种血脉的绵延 来赋予我意义 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劝人 经常会说 你不为自己想 你不为自己的孩子想一想吗 你不为自己的父母想一想吗 其实是意义惯之的逻辑 到了现代之后 我们会发现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讲的 除媚或者叫去媚 媚就是不可言说 带有点神秘主义 一个人长得不怎么好看 但是他就是很有魅力 这种媚是不能够被标准化测量的 西方在宗教改革之后呢 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去媚的过程 也就是宗教的世俗化过程 我们可以叫做此生即此生 就是我这辈子 好好地从事职业生活 在职业生活中积累财富 挣起利润 包括我去消费奢侈品 这些为传统宗教所不容的东西 因为过去这些都被认为 是个人的欲望贪婪和虚荣 是人性恶的部分 是传统宗教需要对抗的 在去媚之后 这些都是正当的 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后 工作意味着我在践行着上帝 所赋予我的天旨 就是Calling 工作成为了救赎的必要条件 你要越努力工作 就越能被上帝救赎 越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越能证明上帝的荣耀 这个就是马丁路德 特别是加尔文宗改革之后的 世俗化的进展 某种程度上 世俗化就意味着 个体自主性的提高 和受到外部控制的减少 有时候在学校上课 学生也会问 说西方人在今天工作中 还会有这么强的宗教信仰吗 我说可能你也想多了 虽然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它会慢慢的消失 这就是意义的消失 也是另一个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所讲的 意义化不就在这吗 就从彼岸完全变成了一个此生 此生又是无数的世俗领域 这个东西在西方社会 是有一个替代品的叫职业 你在职业里面遵守职业伦理 取得职业成就 因为这个职业是Calling 是天职 而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 靠职业安放大部分生活的状态 所以如果一旦你把职业降低成饭碗了 这个意义一下子就被冲击了 而我们在中国社会这边 会更复杂 因为进入到现代之后 我们对于祖先的崇拜 也慢慢的在被冲击和消失 这些是现代的价值观 过去的意义安放在家里 安放在祖先里 安放在君臣关系里 安放在宗教里 但现在我为自己而活 好 你为自己而活 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意义承载者 但这个意义能落得了地吗 一旦我们彻底的为自己而活 你会发现 我每天都996 我每天都螺丝钉 我每天都困在系统里 你就会有焦虑 会有困惑 我究竟为什么活着呢 我所有的时间中的大部分 都不是被我自己适配的 我何来为自己而活呢 由此意义的安放 就成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 遇到的普遍的问题 其实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也和现代文明的 另一个重要的系统有关 就是他的知识系统 变成了一个 越来越强调可验证的 理性化的知识系统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之前的那些 意义的安放的点 我们会发现 你追溯到最后 往往发现他不能反思 他无法用理性去检验 你不能问上帝长什么眼 你也不能问 祖番的清烟 到底是由什么化合元素构成的 你甚至不太能够质疑 在传统社会里面 忠孝是不是错的 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 生活里的一切知识都在教我们 我们该如何去反思 如何去质疑 如何去验证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追根溯源问到最后 好像只有我自己是最不能被质疑的 因为我是我唯一的主宰 不同的文明在这种状态下发展下去 它很容易进入什么呢 要么进入虚无主义 要么进入取消主义 要么进入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后现代 后现代的核心就是解构 不同的文明系统 它的这个历史进程会不一样 垮掉的一代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表象 什么止醉金迷啊 吸毒啊 酗酒啊 这些都只是表象 背后是什么 就是我既然找不到安放的意义了 我又自己没有办法意义安放在我自己身上 我也找不到外物的安放这个意义 所以我就不要了 我就去行乐 我就去找寻那些所有感官上的刺激 这是垮掉的一代 以及他们所代表那个文学作品 背后那个社会的本质 凯利亚科那本书的名字叫在路上 在路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终点 就是在路上的每一个环节 我都不去考虑意义 或者反过来说 在路上的每一个环节 就是意义本身 哪怕它是虚空 它也是意义 它带有非常强的后现代的思法 就是消解 其实这是现代社会发生到一定程度 必然出现的一个难题 在一个社会里面 宗教的世俗化程度越低 这种消解的状态就越少出现 因为你还是一个神议论规定的世界 因为你依然可以在一个不用去验证 也不可验证的宗教里面去安放意义 但是在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社会里面 这就会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 回到最初的问题 在我们去追问生活的意义 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问一下 它从哪来 它在哪 然后我们才能理解 它慢慢为什么没了 至于说你要不要找回来 以及你从哪找回来 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